我们今天看到 可南千队身着的是 红色上一红色转护 红色球啊 而这个大连二弟身着的是 蓝色上一蓝色转护 是蓝色球啊 我们拿到的这个名单来看的话 这个其实对方是犯了一个业务弹 这就是一大宝 这场比赛 这个对乌塔卡的这个盯防 必须更小心 王军进来了 危险危险 还好啊 这大连二宾也没说完全不胜五人吧 并不是这样 咱们认为如果让他继续直掌校边的话 可能要降级了 让自己本方的队员去抢 从这个球阀的这个效果来看 河南建筑警采用的这是 我会说引蛇出动啊 打反击 但是我们的就是中后场的B想还不够紧 不够严 你看 危险 10号 哇 还好 这就是11号 但是今天他把这个两个这个外援这个凯塔包括迪亚迪放在这个后腰位置上之后呢 使他在这个中后场前面就形成一个很严密的防守屏障 所以我们感觉今天这个这个犯规对方 应该是踢到头上 就从这个上面上到目前为止来看 大连安这个阿尔滨在这个中后场的防守还是高凡这个点 我们看 哦 双方头是顶着力气 三号赵小青渡攻起来来了 危险 危险了 11号打卡 重点方这个22号一大宝三个人来放他 而没有人来看 很有针对性的 而这个今天对这个11号乌塔卡包括22号的一大宝的朋友也成功 只是我们重点黄了一大宝之后 却给三号 我们再看这次机会 给了这个三号赵和青那一次助攻 就那一次助攻 就很致命 他从内缘外缘上都是一种大的手臂 尤其在这个第二季的引进当中 还引进了这个20号海打和木轮 但是现在也不吃 毕竟下半场 开场只有十分钟 前点 吃饭 这就是一个劲的 这就是打在了守门员的腿上 33号刘伟国立功了 太可惜了 再来看看 慢动作 前点 看 哦 16号 这3号刘伟国 差点摆了个乌龙 对 哇 这个11号 乌塔卡的小跟科科的10号王冲的配合 看 他不急 凯塔 一漏 给了12号 周通 射门 球进了12号 周通 在比赛进到83分36秒的时候 打进一球 你看凯塔 凯塔那个传球多么的稳健 他这个助攻 周通 我们看看这次进攻 那个凯塔 看 一漏 是吧 赵中通 打得非常的果断 激进 好球 球进了 球进了 九号内拖 你再听到八十个分51秒的时候 我们说吧 他 就是高凡和这个内拖 在经营给大家当中 可以说是一个 就是个勇士 2 看 这一投球 赤大力诚 脚步精准 来好球